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是有好有坏 那好的当然受贿 坏的受伤害 那我们对伤害这部分做适当的补偿 这个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推动加入JT跟WTO的时候 我们都做了 特别对农产品 我们农产品大概在补那个 这个损害这个部分大概有两个 一个是天然灾害损害补偿 另外一个是农产品受进口伤害 这个补偿 两个分别是一千亿跟一千五百亿的这样的经贵 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催化出催生一个 说我们加入 如果说签署ECFA后 那个对于其 有些行业有得利 有些行业受害 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出说十年九百亿 九百五十亿 我就感觉很奇怪 受进口加入WTO的时候 我们就一千五百亿耶 你加入ECFA的那个受伤害的 难道只有九百五十亿吗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只要WTO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刚刚委员讲他那个千亿都是农业部门 这是ECFA 农业部门是不谈的 不谈的 所以现在谈就谈工业部门而已 工业部门 那工业部门根据GORWTO的经验 我们这个经费应该是足够的 这十年之内 十年之内 这个损害补偿 损害补偿才九百五十亿 其实我是认为你大概这五十亿啊 讲九百五十亿 你怎么会算得这么精准呢 你这个五十亿是给立法院讨价还价 就像八八水灾 当时我是八月十号就给行政院刘院长 打了电话 九点打了电话 十一点我就传这一个 我说你要成立特别条例 特别预算一千亿 结果刘院长是报一千亿的 立法院讨价还价以后 改成一千两百亿啊 当然民进党还主张两千亿啊 这个都违背宪政的基本体制 所以说你同样这样子 农产品进口损害都是一千五百亿的 你还九百五十亿 我想你也是等着立法院给你加这五十亿 大概变成一千亿整数 所以你既然 好你现在这样子很肯定的说 只有九百五十亿 十年内只有九百五十亿 但也许十年后你根本不在位吧 所以说你现在随便讲一个数字 也不要负责任嘛 对不对 这个这个项目是相当负责任在估计出来了 我们中间都有各种不同的项目 包括贷款 包括技术辅导 就整个的估计在里面 好那我这样子 基本上捐助你的 你的那个 那个想法吧 好九百五十亿 就是说我们 我个人是认为立法院再加码是不合理的 就好像我当时说提一千亿 讲起来一千亿是太多了 一千亿的时候预备金是八十亿耶 为什么放不下去下木啊 结果通过了一千两百亿 甚至于有民进党主张两千亿 那个更是离谱啊 所以我是认为说 你这个九百五十亿 如果不是为了给立法院加码的话 那我就尊重你的意见 第二个 你刚才很有信心 说我可以估计就是九百五十亿 但是我看你很 很 很那个什么 不大 敢大声的讲 FTA签完了以后 FTA可以签得到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FTA是双边的事情 比如打个比方我们跟某个国家要谈 好 这个第一个 AQPA签了以后会把阻力降低 这是事实 那第二个 跟对方谈的时候 就要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 比如打个比方跟某个国家 他可能要求我们对农会部门要开放 我们必须考虑对农会部门要开放 马上碰到这问题在那 好 我这样子讲 如果你认为说 只要碰到问题 我们就FTA就不签 没有 就说这个要经过协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经过协商 那你签ECFA有什么运出啊 只跟大陆啊 没有 这是第二个 所以说在你的想法中 你既然有这样这么有信心 950亿伤害都可以算得出来了 为什么不可以算出说 我未来签过ECFA以后 我最少可以签FTA几个国家 韩国 菲律宾或者什么这些 我们可以不可以签得到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如果讲起来都签不到的话 你认为都有困难 都签不到的话 那我给你这样的权利干什么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目前我们的确 对签FTA的国家 是有目标 是有目标国的 包括东协国家 所以我是认为 你可以大胆讲出去啊 现在行政院就是围围若若若 我就 我不敢啊 怕说我不能签成啊 我是认为你应该好奇赚志的说 我签过ECFA后 如果三年之内 我签不到五个国家 五个国家的FTA 我就辞职 甚至有亚洲的这个 我签十个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讲呢 那民众有信息嘛 结果 哎呀 签得成签不成 还有很多困难 那我为什么要先给你这个上环保健啊 就好像美国牛肉进口一样啊 明明你有案盘吧 连韩国都得 得利益啊 减缓 原来美军要撤出 那个 好现在暂停 撤出吧 免签证嘛 那台湾你说 你没有得到实质利益 你会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吗 不敢面对的事实 也不敢跟社会大众讲嘛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一一一嘛 我们跟委员报告分两部分 ECFA 签了 应该是FTA FTA经济部有责任 而且有决心 要去 跟各国去洽谈这个事情 好 那我现在讲啊 我们给你上环保健 给你 签ECFA的这个机会呀 权利呀 后 你能不能保证说我最少 三年 我现在不讲一年好了 我就只讲三年之类 对估我会签FTA几个 三年五个应该不是问题啦 部长 他刚才祝福你 要可以干十五年的部长怕什么 我是认为 这个阶段是我们 我们那个内阁中 要展现信心的时候 现在民众 畏惧的是 你内阁根本没有信心嘛 只认为先给你上方保健 你长谁都不知道啊 所以我是认为说 今天内阁 所显现的 微微弱弱 遮遮掩掩掩 是民众对ECFA没有信心的 这个最大疑虑 我认为部长应该是找个记者会 不要说我质询的时候 你那个卖个 卖个人情给我宣布说 你要签五个或者十个 我认为应该你好好的 就是给社会大众 如果我ECFA签了以后 我三年之内 我签不到五个 签不到十个 我就辞职啊 这个就是 给社会安定的力量 去除民众的疑虑 何况有损害的 我们就进行补偿 我这个 再加码 一千亿也不为过啊 这本来就是政府之间 有得有失吧 所以我是那个 我是很忠心的 希望内阁能够运起来 真正的让民众有信心 跟委员报告一点 就是说 行建已经也指定了 几个国家 当做我们推FTA的目标国 包括美国 欧盟 日本 东西的几个国家 澳洲跟纽西兰 这是我们的目标国 目前目标都已经有了 我们一定会去 往前去推这个FTA的事情 我这个我再咨询下去 也大概也没有什么答案 我是感觉还是模糊 没有 没有那个决心啊 也没有毅力 另外就是 你说第五次 一定签那个法 我也感觉很疑惑 我们第四次不是说 三个协议一定会 四个协议一定会签吗